大家好,Kyokoです 大家好 來到今集我們會講些什麼呢? 首先我想問大家 喜不喜歡看這個西拉門 西拉門會有 夜夜套、水夜雅味、火夜泥等等 如果講起西拉門這五個人 你會想起什麼呢? 如果比起我,我就會想起 月要日、火要日、水要日等等 所以我們今集的主題就是講這個 星期 星期入面怎樣記呢? 我當初都覺得很難記 永遠都分不到究竟星期二是火還是水還是木 我試過以前小時候 是用美少女戰士去記的 但是不行的 到了長大的時候,我就找了一個方法去記 大家也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可以不可以 首先大家要這樣記這個口訣 就是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 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 將這句咒語念十次 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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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了,你是不是記得呢? 現在馬上載一次出來聽聽聽 沒錯 大家這樣記得之後 你就已經學會了日文的星期 成功背到這個口訣之後 我們就可以講一講日文的星期 是怎樣說的 首先星期會是 或者什麼樣子 例如星期一意思 就是 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極 星期四 極 極 木曜日 星期五是 金曜日 金曜日 星期六是 土曜日 土曜日 最後再教一個 bonus 就是你想問人家今天是星期幾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說 南曜日 好 那我們今天星期就教到這裡 在再見之前先貼一次口訊給我聽 日月火上木金土 嗯 我就啦 那下次如果你忘記星期是怎樣說的 就可以背著這個口訊 然後數數手指 你就會記得 哦 原來星期四就是 這樣啦 希望這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贊助 我會很開心的 還有謝謝你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喲 我待你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 再見 拜拜